《七八、七九年》 小学五年级 在我父母的那个书房 书家里我发现了一本书 《七百石的花册》 当时对我特别有心理 那个时候我开始热烈 喜欢中国的绘画 所以就是手里一直戴那个 《七百石的花册》 然后我的同学们就开玩笑 叫我《七百石》 因为一直戴《七百石的花册》 《七百石的花册》 我叫义瑞 我是一个捷克的艺术家 唱剧就在中国 也在中国创作 我创作的方式都是水墨 水墨画 从学快别的时候 我想考捷克的那个美术学院 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捷克的著名的韩学家 卡拉尔先生 他研究过中国文学 特别是研究中国中世纪教说 就是《红楼梦》 《荣林外石》 他跟我说我要去中文 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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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